这里是联合国电视台 您现在收看的是联合国在行动 2014年 前所未有的埃博拉疫情的爆发 给西部非洲造成重创 中东的恐怖形势加深 东欧的紧张局势走向暴力 随着危机接踵而至 世界在奋力应对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 从捅炸弹到砍头 从故意将平民置于饥饿之中 到对医院 联合国庇护所和救援车队进行袭击 人权和法治受到践踏 在伊拉克和叙利亚 冲突的外溢效应使一百多万人流离失所 外国战斗人员利用权力真空 获取大片区域 至于他们的控制之下 其极端暴力行径令世人震惊 安理会主席奥巴马总统 特别是各国需要防止和制止招募 组织运送或武装外国恐怖主义战士 以及为他们的旅行或活动提供资金支持 以巴之间的暴力在6月份 三名以色列青少年被绑架并杀害后升级 数星期的冲突和报复导致1300名巴勒斯坦人 和60名以色列人死亡 加杀人没有任何安全的地方可去 十多万巴勒斯坦人在联合国学校寻求庇护 联合国学校遭到六次炮击 唯一的一座发电厂遭到摧毁 将近50万人的住房受到破坏 在乌克兰 一场内部政治危机 演变为该国部分地区的暴力冲突 在东部地区达到全面规模的冲突 形势出现恶化 对该国团结与稳定带来严重后果 尽管签署了停火协议 但形势依然脆弱 在中非共和国 基督徒与穆斯林之间的教派暴力 和报复性杀戮 使该国陷入分裂和痛苦之中 拿着砍刀的人们 横行于首都的大街小巷 迫使成千上万人逃离家园 藏匿于丛林之中 联合国特派团发出的 自愿解除武装的呼吁收效盛威 工作换信金的计划 试图促进各方的合作 在这一紧张的安全形势下 200万人依然需要得到人道主义援助 在南苏丹 针对侵犯人权行为 采取早期行动的必要性 导致联合国基地 向近10万人提供庇护 后勤方面的挑战无比巨大 特别是在雨季 维和部队的诊所 甚至需要从事接生工作 安理会成员前往南苏丹 敦促当地领导人参与和解 但失望而归 美国大使萨曼莎·鲍尔 停止敌意已达成一致 协议书也已签署 但你们比我清楚 战斗仍在进行 违反停止敌意的行动 天天都在发生 人们仍在死去 2014年 世界难民人数超过5000万 这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 最高数字 这一数量的人群 可以等同于一个排位在 第26位的国家的人口 接纳国和联合国 在提供挽救生命的物资 以及一个充满希望的未来方面 遇到挑战 妇女和儿童通常是最大的受害者 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 马拉拉·尤素福·扎伊 访问了约旦的扎阿塔里难民营 促使所有儿童获得更多教育 他们都有一个梦想 想成为医生 工程师 或者记者 在几内亚的哀悼 当小艾米尔死去时 没有人会想到 他的村子将变成 前所未有的 埃波拉疫情的起始点 这一疾病像野火一样蔓延 将几内亚 塞拉利昂和利比里亚 弄得天翻地覆 截至12月份 共有6000多人死亡 生者陷入惶恐不安之中 经济和医疗服务近乎崩溃 在联合国气候峰会上 120位领导人 同商业金融和能源界领导人 走到一起 聆听了 莱昂纳多 迪卡普里奥发出的紧急呼吁 我们正在目睹极端天气事件 西南极州和格陵兰岛的冰盖 正在以比科学预测 早数十年的速度融化 所有这些都不是辞令 所有这些都不是歇斯底里 它是事实 为了庆祝儿童全力公约 通过25周年纪念日 而机会提醒人们 去发挥想象